近日,汪小飞大S正式发布离婚声明,声明传闻称,经过汪小飞先生和实习员女士认真,慎重的考虑,两人已决定和平解除婚姻关系,并易于近日办理了相关手续。 此前,台媒就在报大S要与汪小飞离婚,声称她正和老公挂分超两亿元的共同财产。 台媒称,汪小飞几个月前低调返台,其实不是与老婆子女团聚,而是过来协商离婚手续。 而大S在月初已经正式向台北地方法院起诉,要与汪小飞离婚,目前要调解财产的分配及子女的抚养问题。 另外,大S名下有1.3亿元人民币的豪宅,而汪小飞名下有8000万的财产,加起来超过2亿元人民币。 台媒还表示,小S此前在一个私人聚会中疑似承认姐姐婚变,并称大S正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,暗示这对夫妻正在办理离婚。 周所周知,汪小飞和大S在半年前闹离婚,闹得沸沸扬扬,不过之后离婚消息被否认,汪小飞亲自前去台湾,大家都以为这对夫妻已经和好了。 大S的妈妈出面接受记者采访也说,两夫妻并没有隔夜筹,没有想到两个人的婚姻还是没有继续下去,希望双方都可以各自安好。 大S的妻并没有隔离婚。